你 要不然你求求哥哥 哥哥帮你摘 中秋佳节 就是应该跟家人一起吃月饼 团团圆圆 我们的父母都死了 时间过得太久 哥哥都不记得他们长什么样子 哥哥原来这么可怜 可我注定是要跟小白在一起的 哥哥以后 岂不是会孤苦伶天 以后呢 我就是哥哥唯一的亲人 会多长时间陪陪哥哥的 妹妹说的 是真心话 当然了 哥哥 哥哥信 好美啊 这七月洞怎么会有这样的地方 这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荷花啊 哥哥 你可是中秋节出生的 一定是 要不然 你怎么跟天上的月亮一样美啊 要不然你求求哥哥 哥哥帮你摘 那求求哥哥帮我摘一朵吧 谢谢哥哥 怎么啦 莲子不好 我不喜欢 在哥哥心里什么都不太好 在哥哥心里 小春花最好 哥哥 哥哥 我现在真的得回去了 小春花不是说 中秋节要跟家人在一块 难道那肖白比我重要 我自然不是这个意思 我要是彻夜不归 小白会担心的 你就这么肯定 他会担心你 小白嘛 一直以大侠自居 我在他心里就是个弱女子嘛 自然是会要操心一些 也好 妹妹既然这么着急 十日之内拿到新法 死就死吧 先过了这关再说 那 等我拿到新法之后 就回来陪哥哥玩 哥哥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好 那我送你件宝贝 嗯 中秋佳节 就是应该跟家人一起吃月饼 团团圆圆 我们的父母都死了 时间过得太久 哥哥都不记得 他们长什么样子 哥哥原来这么可怜 可我注定是要跟小白在一起的 哥哥以后 岂不是会孤苦灵天 以后呢 我就是哥哥唯一的亲人 会多长时间陪陪哥哥的 妹妹说的 是真心话 当然了 哥哥信 好美啊 这亲月洞怎么会有这样的地方 这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荷花啊 哥哥 你可是中秋节出生的 一定是 要不然 你怎么跟天上的月亮一样美啊 要不然 要不然你求求哥哥 哥哥帮你摘 那求求哥哥 帮我摘一朵吧 谢谢哥哥 谢谢哥哥 怎么了 银子不好 我不喜欢 在哥哥心里 什么都不太好 在哥哥心里 小春花最好 哥哥 我现在真的得回去了 小春花不是说 中秋节要跟家人在一块 难道那肖白比我重要 我自然不是这个意思 我要是彻夜不归 小白会担心的 你就这么肯定 她会担心你 小白嘛 一直以大侠自居 我在她心里 就是个弱女子嘛 自然是会要操心一些 也好 妹妹既然这么着急 十日之内拿到新房 死就死吧 先过了这关再说 那 等我拿到新法之后 就回来陪哥哥玩 哥哥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好 那我送你件宝贝 嗯 嗯 看吧 ṇ 识 唱 成 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